美国一名顶尖的航太科学家 毕生在神秘的51区担任工程师 他在临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51区内有18名外星人在为美国政府工作 并也取得美国公民身份 今年8月7日刚过世的美国航太科学家布希曼·波尔·布奇曼 毕生除了获得许多傲人的专利奖项外 也是一名长期驻守在神秘51区的高级工程师 他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最知名的发明就是 在近30年间但负重要地对空防御任务的 间歇式独自导弹Steener MISO 不过布希曼在临终前还为自己已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赠添了一笔惊世骇俗的钟张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录影时表示 在神秘51区内有18个已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星人在帮政府工作 布希曼在采访中畅谈1955年坠毁在内华达沙漠 拉斯维加斯以北85英里处的幽浮事件 是真实不虚的事实 虽然当时在坠毁幽浮内的外星人已死亡 但是后来又有来自Kwain Tamnia星球的18名外星人来到51区 布希曼还对住镜头公开他所拥有的幽浮和外星人的档案照片 以证实自己所言不虚 布希曼说来自Kwain Tamnia星的外星人 驾驶他们的飞行器来到地球的时间 大约是45年 影片画面注解 布希曼实际上是要说45分钟 他们的飞碟有38只脚 只18名外星人中 有一 两人已经是超过230岁的人类了 他们就住在自己驾驶来地球的飞碟上 且已帮美国政府工作多年 还具有公民身份 布希曼称这些外星人的身高约4.5至5英尺 约130至150公分 有着细长的手指脚上长谱 布希曼说他在51区的工作室 参与了一项由外星人提供技术给美国军方使用的 及机密反向工程 而神秘的51区已被改名为 国家机密检测所 National Classified Case Facility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